《蝴蝶》 蝶翅画是人们利用蝴蝶翅膀自身绚丽的色彩及图案拼贴而成 加以艺术加工 制成的一幅幅造型逼真的图画作品 画面除背景外 全部是用蝶翅制成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可以写实 也可以写意 还可以制作成立体画 样式多变 创作内容十分丰富 制作一幅蝶翅画 要经过展翅干燥 绘图 修剪 粘贴等 三十余道手工工序 并需要巧妙地利用翅膀原有的独特花纹 拼贴成图案 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看叠翅画的具体制作方法 制作蝶翅画 制作蝶翅画所需要的工具有 毛笔 剪刀 镊子 昆虫针 斩翅膀 流水 确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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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材料主要是 各种蝴蝶的翅膀 柑花 对颈纸 和卡纸 采集来的蝴蝶,起蝶翅在使用之前,先要进行斩翅和干燥处理 这一步骤最好在蝴蝶死后一至两个小时内及时进行 暂时不做斩翅的蝴蝶,可以放入三角纸袋里保存 斩翅前,先要把硫酸纸剪裁成大约七厘米长,四厘米宽的压条纸 用手取蝶时,切记拿捏翅膀,以免印上指纹 破坏蝴蝶的品相,用左手捏住蝴蝶的胸部 用昆虫针从蝴蝶胸背部正中垂直插入 穿透 再把蝴蝶插到斩翅板的钩槽中 使蝴蝶的胸腹部平放进钩槽内 再用镊子把右前翅的肌部往前拉 拉到前翅后圆和身体垂直为止 用压条纸和大头针将翅膀固定